呼嘴 苏简安 说你们是兄妹 你在发布会上说你们结婚了 所以说 你们根本没有真的结婚 那份合约 是怎么回事 你有难处 对不对 如果你真的那么想知道的话 那我就告诉你吧 我们是合约结婚 我就知道你是在演戏的 所以说 合约结束了 我们还可以好好在一起 我们是合约结婚 陆薄言 你整天和那个卖内衣的胖女孩苏简安在一起打打闹闹的 难不成你真想和她做朋友啊 没有 没人喜欢跟胖女孩做朋友 原来陆薄言之前都在逗她 当然了 谁愿意和一个家里卖内衣的胖丫头做朋友啊 苏简安啊 苏简安 你怎么还这么伤 半夜三宫睡不着 人似你猖狂 好好的一张双人床 如果你真的那么想知道的话 那我就告诉你吧 我们适合约结婚 话也不想讲 盼泪会顺利 尝尝啊 回忆的伤 早就告诉你不要以身试血 都怪你 贪图陆薄言的美色 不不不不 陆总肯定是有苦衷的 带上了陆总这么优秀的男人 身边难免有阴影业业 对 我们要和他们做竞争 竞争个屁了 简安 从今天起 我们要严格旅行约定 和陆薄言保持安全距离 我们再自学烦恼了 看来我这个顾问当得还不错 陆总 陆总 难得看见你这么开心啊 对了 永安市的行程安排得如何了 机票 酒店以及各方会 也都安排好了 为期五天 我可以多加一个人吗 都订好了 事 soup 是 er lead ne 这 伍 吗 我好 你还好 简安 陆总 徐伯 简安她怎么了 陆太太刚进门就这样 跟她说话也不理我 徐伯 我们已经叫她出差了 好嘞 陆总 我来给您收拾 出差要带的衣服吧 好嘞 好嘞 我刚刚敲门你为什么不开门 刚才在写小说 麻烦绕一下 徐伯 我听说永安市风有点大 我带这些衣服够不够啊 哦 我也不太清楚啊 陆总 要不然 您问问陆太太吧 我要去永安出差几天 嗯 我也帮你订了票一起去吧 换个环境 说不定对你的创作有很大的帮助 好吗 好吗 陆总 您的衣服我给您收拾好了 嗯 陆总 您是不是什么事惹陆太太生气了 没有啊 白天她明明还好好的呢 啊 我知道了 这女孩子呀 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不舒服 情绪低落 正常的 啊 徐伯 哎 家里有没有生姜和红糖啊 有啊 有 一直备着呢 哦 简安 把这个喝了会舒服一点 这是红糖水快喝了吧 谢谢啊 我不渴 我在想小说 请给我一点创作的空间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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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里 当然是来找你啊 薄言 你居然结婚了 我却是最后一个知道的那个人 婚礼办得有些匆忙 也没有操持 时间过得好快啊 转眼间 我们俩已经共事了四年多了 你知道那时候 媒体是怎么说我们的吗 说我们是 郎才女貌 金童玉女 你想说什么 说我们是郎才女貌 感谢观看